大概注意幾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要抓的東西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會告訴你它的標籤是A 特別之外它是A A的話是它的一個標籤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這是開頭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如果你要抓的是什麼 這個A裡面的文字的話 那就是它裡面的test 第二個的話它裡面的什麼呢 如果說你要找到全部A就超連結 它的class是這個的話 那你可以發現後面有一串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它會跟你講說 它這個名稱class的名稱 不過你會講說名稱怎麼那麼長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名稱的部分 它其實有好幾個名稱 不只一個名稱 也就是樣式它有好幾個樣式 中間就要空白 所以你要抓的話 其實只要抓第一個就可以了 後面空白 第一個空白後面可以把它刪掉 OK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找到HREF 這個標籤的話 那你就用GET 把它的東西GET回來 所以寫法上面的話 我們大概有概念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也是Import這個嘛 第二個就是FromBS Import Beautiful Soup 主要是用它 至於它怎麼用 這個的說明檔好像比較好找 你們可以找一下什麼 Beautiful Soup加一個中文 Enter的話它很有中文 不過是簡體版的 當然聊生與無 至少說就是不像之前都是英文的 或者是什麼法文的 等等的 裡面有這麼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裡面可以做什麼的話 這邊都有相關說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是Texter 如果是HREF 我一樣 所以這個Texter跟REF 我要的話怎麼做 第一步給它一個我們的超連結 一樣用Request把它GET回來 放在HTML裡面 接下來的話利用Beautiful Soup 把一個東西裡面的文字放到裡面去 點Tex的屬性 後面的話就用HTML一個Parser 不過這固定的這個名稱 當然如果說你要更快它有很多種模式 這個是一般的模式 如果你要加快的模式 好像證照考試裡面有一題 第二類的 它就是用XML的模式 那個好處是速度會比較快一點點 可是你要額外安裝一個套件 我們用一般模式HTMLParser 然後產生一個物件叫SP 利用這個SP物件做什麼 幫我去找一下 找的話你可以用SP 裡面有一個方法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叫Find Find之後的話有個底線有沒有 Find O O的話就所有的 刮弧 刮弧裡面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就跟他講說 幫我找那個A A指的是它的最前面那個標籤 第二個的話跟他講說 你幫我找A有很多啦 所以你A找到之後翻一堆 第二個的話就找什麼 找這個類 找這一個類 Class就類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我現在複製之後貼過來 它這麼長的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麼長之後 你可以找到第一個空白的後面 這個可以拿掉 因為它這個等於是說 它有第一個類 第一個類 第二個類 第三個類 第四個類 這四類都是它的樣式 都可以讓它變成某一 所以它可能有好幾種類型 我們只需要抓其中一個類 OK 我們先找這一類好了 當然除非有漏網之魚 我們再找其他的 OK 接下來的話它就會幫我找到什麼 找到所有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找Find O 所以請記得喔 前面可能你就要給它一個 串列 所以我們用第十一好了 一樣的道理 有沒有 接它 再來的話就把它print出來 Enter一下 print print什麼 把這個list幫我print出來看一下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它還蠻快的 就幫我找到 把所有只要是長這樣子的 全部都幫我列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標題 12345 總共有五段影片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12345 五段影片 所以第一個 你會發現它已經爬出來了 但是爬出來之後 不要這麼多啊 你這些東西給我幹嘛 我要是這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叫裡面的文字 就是它屬於叫test 另外我還需要什麼呢 需要的東西就是超連結 裡面有沒有超連結 看一下 超連結在哪裡呢 在 這麼長 OK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HREF 等於 所以呢 test就是點test 那如果你要抓到 是它裡面的某一個標籤 那你用get 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要把它抓出來的話 那你要怎麼print它 第一個 假設我要抓第一個的話 你就是第一個0嘛 它裡面的test 它裡面的test 我們先print這個看看 只抓文字看看會不會OK 欸 這邊出來了 但是問題好像前後怎麼這麼多東西 所以你看需要什麼 點什麼 strip 對 strip 然後刮糊 把裡面的東西先strip掉 空白 strip掉看看會不會OK 欸 欸 還是有為什麼 strip 難道它是 laps right 看一下我這邊 strip 全部strip 那就不用空白 所以我就全部strip 好不管了 全部strip 不要管它空白 應該可能有全新半型吧 欸 這就OK了 strip 又多學一招 就是不管strip什麼 全部 那就是不要給任何東西 OK 好 再來的話呢 如果要超連結怎麼做呢 超連結一樣print print print的幾個呢 這個串列裡面的 那個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找 因為它不是文字 它是裡面的一個標籤 所以你要用get 那它的標籤名稱叫什麼呢 叫href OK 如果你記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喔 再去裡面找標籤 這樣的話把它print出來一下 看一下 欸 有沒有 這個超連結出來了 但是因為喔 它裡面記錄了 本身就沒有http那些東西啦 因為它可能走相對路徑吧 自己會串 所以如果你要 一個完整 你可能自己在前面再串一個什麼 http 然後youtube的那個超連結放前面 假如說我要全部print的話 很簡單嘛 這邊 第幾個嘛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再跑一個 跑一個什麼 跑一個回圈就好了嘛 所以你可以怎麼跑 4 4 4i 不用4i 4h for powiedz 4h S 好了 in 這個liste 裡面的東西 幫我怎麼樣 全部幫我跑出來 啊 全部跑出來的話呢 就幫我把它print出來 所以你底下這2行 可以怎樣 可以把它 把複製到上面來 然後把它解掉 TAB一下 這邊的話就不用了 就是S就好了 所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S S的話就裡面的 每一個就對了 理論上應該這樣子去掉 這樣子就超連結 print一下看一下 成不成功呢 有了有沒有看到 1 2 2 3 4 5 OK 這樣的話就 未來當然你還可以 批示 可以寫一個批示去下載那個影片 而且最後還可以幫你把它存當牆 不過這個我想慢慢來 先可以抓得到 再慢慢抓裡面的東西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在Python裡面 我覺得它有點像 把以前的動作變得越來越簡單了 那主要就是說你要熟悉的就是 Python的基本用法 包含就是說 安裝套件 所以未來你們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就是只要你需要的功能 網路上可以找到套件的話 那你那個問題基本上就解決了 像Beautiful Soup 第二個你要知道說它裡面有哪一些方法 可以幫你做什麼 然後你就是熟悉那個方法 然後再把它丟到串列 一般都串列不然就是那個字典 就可以把你要的東西解出來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